你看這個是民進黨政府一以貫之 就是有功我懶 有過你扛 一直都是這樣子 你看當初我以為是蔡英文自己要送五條生產線 是啊 我們以為是說國家生產線 政府出資嘛 捐出去 結果是人家業者要送你政府出張嘴 那不是你本身政府就已經很丟臉了嘛 好 這樣沒關係 因為業者自己願意出 他為了促進台階的外交 OK 可以 那捷克那邊有困難 因為生產線過去你也要有人會操作 你沒有人操作也不行啊 好 人家之後協商變四條 其實你外交部現在出來講這話幹什麼 是因為你對捷克人不好交代 還是因為什麼因素我不知道 你出來講這話本身非常非常奇怪 就變倒過來指責我們自己的業者 好像我們這個業者要去交換 打小還給人家看的感覺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這個業者不管他是用送的 還是用怎麼樣的方式去給捷克 請問一下 他是一個口罩生產商 他跟捷克那邊是有什麼回饋利益 他能有什麼回饋利益 是以後捷克要讓他在那邊設廠 設一個生產基地 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如果這樣也OK 為什麼 我一樣是捐贈 我覺得外交部基本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俄羅斯曾經送給印度一艘航母 那是不是送 他一毛錢都不要 我這艘航母送給你 但是呢因為這艘航母太舊了 所以我幫你改裝 改裝的部分要收錢合理吧 結果呢印度以為自己撿到便宜 結果你知道俄羅斯後來他這艘航母 後來終於改建好了 拖了很多年終於改建好了 比買一套新的還貴 那同樣呢 今天這是廠商 因為這不是你政府出錢 廠商一樣送啊 我送了生產線過去 那接下來 如果說我廠商想說我都送你生產線 是不是你捷克政府可以考慮讓我在那邊設廠 我假設啦 因為我不知道廠商怎麼跟他談的 如果人家有進一步要去談這些東西 這也是人家的權益啊 為什麼不能談 只要他有送了這個動作就是捐贈不是嗎 所以我覺得你外交部到底在說什麼 外交部的立場應該是要幫助國人耶 結果呢你們現在是怎樣 現在是幫著外國人來弄我們自己的廠商 這像話嗎 老實講我們的政府遇到外國人就是矮半截 包括對那個機師一樣 大家記不記得一開始 莊雲祥怎麼講 說那個機師沒戴口罩 說因為旁邊的人都沒有規勸他 所以不能罰 然後又說因為國情不同所以沒有辦法處罰 然後甚至呢到後來說 因為他引力疫情最嚴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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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只能罰他30萬 然後後來決定要罰他30萬的時候 還說好棒棒 結果到後來呢民情沸騰 因為他們把所有的責任全部轉嫁給這個機師跟那個 那個女孩子 結果呢現在大家都說應該要重罰他 結果剛剛佩軍有講喔 他說防疫指揮政務竟然講出一句話 我們會去尋找法源來重罰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講法 你身為一個政府官員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你這個政府官員 明白了告訴全體國人什麼事情知道 我現在還不知道要怎麼弄他 但是我想盡辦法要弄他 你們要弄他我來弄他 不就這個意思嗎 那你會這樣去對一個人 一般的平民的話 你會這樣對在野黨不是剛好而已 表示你平常就是這樣子囉 你會不會是不是平常習慣啊 沒事就是蔡英文給你交代 或是蔡英文或是那個蘇貞昌給你交代 欸你有沒有辦法弄一下國民黨啊 沒辦法 但我想盡辦法弄他一下 結果現在今天就出來了啊 欸我你國民黨的一個小集會 我也要給你你要交報告出來 要交計畫出來 沒有的話不准集會 你要先把計畫成給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審核之後你才能夠進行 欸今天傍晚就要進行的活動 結果你現在雷仗一搞人家就不能辦活動啦 那所以我合理的懷疑啊 是不是也是一樣的模式 就是呢你們每一次都接到 迷你接到任務 或者是感受到壓力的時候 你們就想盡辦法去找一個理由來去弄人 這個就是我們的政府嗎 我們的政府是幹嘛打手走狗啊 每天就要想盡辦法對付別人啊 你們這些官員當官員還好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這一整個都亂七八糟 官員的任務是在保障我們這些納稅人 因為我們這些納稅人是你們的主人 你們是我們花錢請的花錢養的 你聽懂沒有 不是你官員高高在上 所以我今天支持這個東謙安這個廠商 你就告到底 因為我相信外交部一定不會認錯 他絕對不會道歉 你就告他告到底 我們來看看到底到最後誰對誰錯 對啊我看到這個 海明哥真的很生氣喔 大家喝口水沒關係 我來講一個轉換心情輕鬆一點 因為我看到網友問說 有這個你剛才講六字頭 他說有這個六字頭是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他是覺得你是看起來 像七年級生還是五年級 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李艾利斯也講說中天加油 謝謝你的支持 我要問有這個的確 剛剛海明哥也講到 其實我們最近的時事 把它拿出來一筆就覺得 難道身為台灣人感覺什麼 真的是油麻蔡子命的感覺喔 真的 衛福部要告一個醫師 因為你講了萊豬是毒株 我不滿意我要告你 然後廠商 現在外交部跳出來說 你怎麼施行 你怎麼愛錢 你愛賣口罩 然後結果看到紐西蘭機師 在爬爬罩的沒有戴口罩的時候 就說國情不同 認知有差距 所以他可能就是因為外國人嘛 難怪沒戴口罩 這舞團當初有驗出 四個確診的時候 陳時中還怎麼講 就是說看起來其他一人一事 沒有感染的問題啊 那還是可以照常表演 然後這連台中市長盧秀燕 去對AIT的時候 也要大家都跳出來 側翼啊或什麼立委啊 連立法院長都說 你要有禮貌一點 台灣人你要有禮貌一點 對外國人的話 你要恭敬一點嗎 但是如果你對我們的 不會不禮貌的時候 我就可能要告你了 對啊有時候真的知道 我在想喔 我到底是蔡總統的國民 還是那個川普的國民 還是我是捷克議長韋德奇的國民 我應該算台灣總統的國民吧 可是我不懂了為什麼 我們現在所有台灣的人 都一定要被政府這樣子刁難 反而我們政府看到別人 就好棒棒 我最近常常一直在想 因為我最近陸續在 跟一些年輕人接觸 我發現整個氣氛就已經不一樣了 我其實許甫我們這一段 如果用很激烈的方式 跟大家講說 哎呀什麼啊 你們這些國民啊什麼 我跟你講這些年輕人 是完全聽不進去的 因為我們都覺得這樣很好啊 跟外交啊 對啊 我們在台灣走出去啊 跟外交接觸很棒啊 但是我只是想要用一點 理性的態度 跟這些年輕朋友講 因為我知道現在中天的YT 年輕朋友其實在25到35 還占了45%還算高 那既然有這些年輕朋友 所以你有研究喔 我都不知道 你就後台就可以看得到 那你有這些年輕朋友 我希望大家理性溝通 如果我講不對 有志伯伯好不好 剛才有人說我不是 剛才不像61年 應該是51還是 下次你要把身分證 拿出來在旁邊證明是不是 那等我把配偶藍填上去 然後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如果有志伯伯的話 你還願意聽得下去的話 我們來靜下心來看 你是想要抬頭挺胸 在我們自己的台灣能夠揚眉吐氣 然後呢 所有的政府把我們老百姓照顧好 然後帶著我們去國外衝 然後把國外的尊嚴拿回來 這樣比較好 還是說你現在蔡政府的方式 我只要對到國外 經把必演 我就 我今天有一個網友 用一句話 叫我一定要用 他說跪久了 就站不起來了 我們現在是不是 就Cover 要什麼徐立寧 我們可以置錄徐立寧 徐立寧應該在 徐甫這邊下個 五萬塊十萬塊 是應該 我們可以在旁邊這樣 任何廠商我們都願意服務 你願意來下廣告號 我就演 Cover還是不要那麼高 如果你徐立寧來下廣告 我蹲在地上蹲二十分鐘 讓他Cover 好啦 不要歪了 繼續繼續 為了這個我講到哪裡 不是啦 就是說跪在地上跪久了 跪久了就站不起來 就是你現在所有的狀況 都是讓人家 我無法相信說 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國民 所以這些年輕朋友 有一天你也會當人家的爸爸 我相信那個家庭 你希望你的孩子出去說 我是譬如說Alice 譬如說是優鴨穴 譬如說是 我隨便舉一個林志勇 我是林志勇的小孩 我是蓬榮賀的小孩 我是夏美華的兒子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叫光榮 而且每個人呢 看到媽媽把小孩子都照顧好 那個陳美祝 你把你的小孩子照顧得很好 然後呢 只要有人要進到你家欺負 來跟你小孩A什麼東西 跟我出去喔 你的家是希望這樣 還是說你媽媽 只要有外人進來說 你孩子在學校欺負我兒子 然後你媽二花步說 啪了一個巴掌給他過去 你覺得你希望哪個媽媽 那如果是這樣簡單的一個家庭 有國才有家 有家才會有國 那我覺得我們國家 現在就是怕自己的孩子給他 那我們現在台灣 還有什麼這樣的狀況 可以繼續維持下去 典 dumped給他 這個 laisser 再次 旁邊 玩 漫